这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的中华队呢 这个打败了这个古巴队 精彩赛事呢超级吸睛 台南就有旅客为了看球 以旅馆投影机把比赛的画面是投射到对面住家的墙上 如果的民众觉得非常的新奇 拍照上传网路引发热议 照片拍下晚上有民众在观赏世界12强球赛 但这位置好特别 球赛画面竟是出现在住家墙上 原来是对面旅客以旅馆投影机投射比赛画面 让路过民众觉得新奇 拍照上传网路引发热议 很好啊 大学附近本来就应该这么活泼嘛 而且蛮正面的活动嘛 很好啊 在墙上看球赛民众觉得有趣 被投影的邻居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 称赞旅客非常有创意 就听到汪呼声吧 可是我是觉得还好 蛮有创意的吧 气氛就大家都很热烈的感觉 觉得还不错 昨天赢了感觉怎么样 超开心 林志胜真的太棒了 记者重回现场 当时投影地点就位于台南这处旅馆 旅客当时在顶楼把比赛画面 投射在这处墙上 旅馆内的其他旅客也大赞非常特别 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 中华队大败古巴队 也让全台民众一起封棒球 记者姚文华台南报道 地图长 全台民众 对 中华队大型 地图法 地图示 地图